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文贤贤敲 作为男主角贾宝玉的母亲 王夫人在《红楼梦》读者中的风评不高 在很多读者心中,王夫人伪善 嘴上说着慈悲为怀,却落手催花 可王夫人出身名门 丈夫身居高位,儿女双全,长家离世 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女性追求的人生理想 那王夫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王夫人是金陵四大家族之一王家的小姐 和薛姨妈是童梦姐妹,王子藤之妹 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一损皆损,一容皆容 扶持遮蔽,具有照应 王家各方面实力都不容小觑 王家的财力十分雄厚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 作为四大家族之一,王家是督太尉统治 献博王宫之后 初始的政治资本不如贾家 但财力方面,王家拥有的奇珍异宝 绝不逊色于贾家 经济实力很强 书中有多次提及 第六回,刘姥姥一金融国府 穿插了一个贾荣找王熙凤借玻璃炕瓶的情节 贾荣笑道,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 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家玻璃炕瓶 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略摆一摆就送过来的 凤姐笑道,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 一般你们那里放的那些东西 只是看不见我的才罢 可见凤姐的玻璃炕瓶是贾家没有的东西 七十二回,贾莲和王熙凤商量着 求鸳鸯把贾母不常用的东西拿去当了应急 贾莲作死,调笑王熙凤抠门 凤姐一通对天对地对贾莲 凤姐听了,翻身起来说 我有三千五万,不是赚的你的 我们王家,可哪里来的钱 都是你们贾家赚的 别叫我恶心了 你们看着你家什么石虫邓通 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 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 说出来的话也不怕扫 现有对证 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稀看看 比一比你们的,哪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 王家为出嫁的女子准备的陪嫁十分丰厚 这是母家身份地位的体现 更是为了媳妇有嫁妆傍身 在夫家不受欺负 第十六回,凤姐贾莲与赵嬷嬷聊起四大家族接嫁的往事 贾家和王家都各接过一次嫁 在四大家族里是更出挑的存在 当然书中最神秘的真家接嫁次数最多 共有四次 能给皇帝接嫁 不仅仅需要丰厚的家产 把银子花得像躺海水一样 更需要和皇族关系亲厚 王熙凤的爷爷担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 外国人都是由王家接待 可见王家很多皇家宠信 各方面都不逊色于贾家 《红楼梦》故事的主要舞台是贾家 但因为四大家族联络有亲 王家的女性也是举足轻重 我们也能从中看出贾家和王家 对女儿们的培养不尽相同 书中主要讲了三位王家女性 王夫人 薛姨妈和王熙凤 王家培养出的女儿们 李家能力一流 故事一开始 荣国府平日的杂事都是王熙凤料理 在秦可卿丧事的混乱时期 也是靠着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把上上下下因应事物整肃得井井有条 冷子星眼说荣国府时 对凤姐的评价是 模样又极标志 言谈又爽利 心机又极深细 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那王夫人呢 书中故事一开始 王夫人就人到中年 每天侍奉贾母 操持荣国府家时 那似乎并不优秀 经常需要别人帮她出主意 看起来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其实不然 王夫人年轻时 也是帮助贾母管理荣国府 刘姥姥回忆起王夫人 给出的评价是 着实想快 会带人道不拿大 薛姨妈也需要操持薛家的事务 第67回 薛盘从江南回来 薛宝钗就提醒薛姨妈 需要宴请同序的伙计们 不让别人看着无礼 后来薛姨妈还受贾母王夫人所托 帮忙照顾大官员的各位小姐 可见王家出来的女子 在有意无意之间 都担当起操持四大家族事务的责任 能把一个庞大的家族 管理得明明白白 李家的能力着实优秀 王家的女儿们不怎么读书 王夫人和薛姨妈读书多少 书中很少提及 平日操持家务 抄录佛经等 还是要认识字的 但不会有很高的文化修养 王熙凤没有什么文化 不会写字 书中是有明确提及的 第28回 凤姐见宝玉来了 笑道 你来得好 进来进来 替我写几个字 宝玉只得跟得进来 到了屋里 凤姐命人取过笔焰纸来 向宝玉道 大红装断四十匹 蟒断四十匹 尚用沙各色一百匹 金项圈四个 宝玉道 这算什么 又不是账 又不是礼物 怎么个写法 凤姐道 你只管写上 横述我自己明白就罢了 可见凤姐识字 这是李家的必要条件 但并不会写字 第50回 卢雪安连诗时 王熙凤的第一句 一夜北风景 是句粗话 众人都觉得妙 相比较而言 贾家对女儿的培养 在读书上要求 就高了许多 林黛玉进贾府时提到 因为黛玉入府 姐妹们可以不用去上学 可见贾家 虽然不要求女儿们 成为才女 但读书识字 还是必要的 像探春就破了才华 迎春西春 虽然不擅长写诗作词 但也是诗舍的成员 偶尔也能写上一些 王夫人嫁入贾家后 跟随贾政入住荣国府 成为荣国府的长家人 小说一开始 王夫人就人过中年 把李家的事物 交给贾连和王熙凤 平日大多吃斋念佛 陪贾母说笑 应酬往来 而书中多次体现 王夫人不是十分机灵的人 那王夫人的李家能力 究竟如何 王夫人是不是把家中 大小事物都推给王熙凤 自己做甩手掌柜 其实不然 我们可以粗略地总结一下 在放权王熙凤后 王夫人平日 还有什么长家的事情要做 贾母身边 有很多丫鬟伺候 但大家族的礼数 依然不能少 黛玉进贾府一回 用晚膳时 众人见王夫人来了 方安设桌椅 侧批说 不是代王夫人用膳 是恐使王夫人 有失恃膳之理耳 王夫人需要进座 媳妇的本分 晨婚定醒 一日三餐 伺候在贾母身侧 还需要陪贾母 出席各种社交娱乐场合 到宁国府赏花 中秋夜宴 贾母 以及公子小姐的生日 逛大观园 凡是贾母出席的场合 王夫人都必须出席 王熙凤嫁进贾家后 帮着贾政王夫人料理家务 王熙凤只是个帮忙的 小事凤姐可以自己做主 大事必须回过贾政王夫人 第三回 林黛玉进贾府 王夫人问王熙凤月前放了不曾 王熙凤就细细地回答 可见王夫人虽不亲力亲为 但必要的监督仍然少不了 王熙凤每日晚间 也都要去和王夫人 汇报一天的事务 需要王夫人财夺的 也要王夫人拿主意 贾政请王熙凤协理 林伯府 也必须求得王夫人的首肯 王夫人本来担心 凤姐没经过这样的事 料理不清 容易惹人笑话 凤姐却跃跃欲试 最后王夫人才松了口 书中有几处写到 王夫人亲自料理家务 一处是原非省亲 原非省亲是大事 外面见大官员 一应事务都是贾政 贾珍 贾连等男性家眷打理 但与家庭相关的很多小事 都是王夫人亲力亲为 具体有多少事 文中并没有提及 毕竟原非省亲的事太多太凡 只能举几个例子 补出千忙万戎的花团锦簇文字 从采买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 小尼姑 小道姑 下帖子请妙语 一众事务都需要王夫人定夺 大官员建好后 每处仿设的布置 护什么沙林 摆设什么金银器皿 古董文丸 安置鸟雀 仙鹤 孔雀 鹿 兔 鸡 鹅等活物 王夫人负责拍板 王熙凤更像个大管家 负责买东西找东西 是王夫人与下人之间的纽带 薛盘打死了冯冤 王子腾带了书信给王夫人 让王夫人想办法处理 之后 贾雨村在门子的点拨下 给薛盘托了罪 薛盘便带着薛姨妈 薛宝钗入住离乡院 其中的调停安排 都是王夫人负责 王夫人是有身份 有品级的夫人 需要出席很多重要的场合 还要暗品大庄 王公贵族的婚丧嫁娶 王夫人需要作为贾家的代言人参加 58回老太妃婚事 贾母王夫人等有品级的夫人 也必须每日入朝随即 这些都是基本礼仪 可见王夫人的日常事务十分繁复 她并非不管事 而是事情太多 只能把日常琐碎的部分 交由王熙凤帮忙打理 颇有一些王夫人主外 王熙凤主内的意思 说家族事务 王夫人还要尽为人母的责任 最疼的当然是宝玉 但作为嫡母 对贾桓也多有关心 众姐妹入住大观园前 迎春探春西春 也都要王夫人照料 细细熟熟王夫人 每天要做的事情 说是多如牛毛 也不算夸张 王夫人能忙中不乱 是个合格的大家长 王夫人的为人如何 究竟是伪善阴险 还是人死宽厚 其实除去王夫人 在书中最具争议的几件事 王夫人是慈母 是孝顺媳妇 是恩威并继的长家人 王夫人对众姐妹们 都十分体贴疼惜 众姐妹们 也是和王夫人更亲厚 迎春亲生母亲早逝 行夫人对她也多有苛责 迎春嫁给孙少祖 算是假设 五千两银子卖出去的 孙少祖好赌酗酒 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 将即迎辩 对迎春羞辱打骂 迎春回贾家哭诉 是去王夫人那儿诉委屈 陪着迎春开解她的 是王夫人和众姐妹 大家都少不得伤心落泪 劝解迎春 假设和行夫人的反应 书中并没有提及 可见迎春和王夫人更亲厚 西春虽是宁国府的人 但自小也是王夫人照顾着 不想回宁国府去 虽然这和宁国府藏物纳垢 不无关系 但王夫人对西春的体贴 也是重要原因 王夫人也曾提起 虽然贾家日益艰难 但宁愿自己省俭些 也不能委屈了小姐们 可见王夫人 对姐妹们的关心照顾了 书中也多次提及 王夫人是人后之人 刘姥姥一进荣果府时 王西凤因为不认识这个亲戚 让周瑞家的问过王夫人 王夫人的答复 简直体面周全 菩萨心肠 太太说 他们家原不是一家子 不过因出一信 当年又与太老爷 在一处做官 偶然连了踪的 这几年来也不大走动 当时他们来一遭 却也没空了他们 今儿即来瞧瞧我们 是他的好意思 也不可减慢了他 可见两家本就没什么关系 本来刘姥姥就是来打秋风的 可王夫人还能说出 能来瞧瞧是他的好意思 能帮则帮 其中有大户人家的面子考虑 但能行善积德 自然是王夫人的仁慈之心 后来贾瑞 必无高荒 要吃独身汤 贾代儒就往荣府求要 王夫人让凤姐 秤儿梁给他 还说 就是咱们这边没了 你打发个人 往你婆婆那边问问 或是你真大哥哥的府里 再寻些来 凑着给人家 吃好了 救人一命 也是你的好处 辟语也说 王夫人之辞弱事 王夫人吃斋念佛 颇有些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的意思 后来因老太妃薰事 有爵位的家族 都不得艳悦 大官员因此 要遣散唱戏的 红楼十二关 王夫人依然十分人厚 考虑周全 愿意回家的 就给他们盘缠 不愿回家的 就分散到大官员 各处使官 但小戏子们不能争执 不惯使用 留在大官员里 基本就是 假虎白白养着 王夫人作为李家人 依然愿意 体谅他们的难处 包容他们的缺点 既然王夫人 这么仁慈宽厚 又有大家教养 为什么书中 很多少女的悲剧 都似乎是 她造成的呢 像金串投锦 秦文 撕而被碾 我们下一期 就来聊一聊 王夫人在书中的 这些争议 以及她这么做的原因 书中哪位少女 和王夫人最为相像 最有潜力成为像王夫人一样 完美的长家人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记得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